這是番茉莉 大家看它花色有沒有發現 有的紫色有的白色 那很有趣喔 這個沒想到跟它開花的時間有關 不過比較早開的剛開出來是紫色 然後顏色會慢慢吞去會變成白色 那聽說它在晚上很香啦 可是我沒有晚上來聞過 下次要找機會來 那本來呢 它在上廣的外圈 其實種滿了非常多 那現在上廣附近的植物 可能因為整修漏水全部都沒有了 很遺憾 曾經校園內會變色的植物 其實還有木芙蓉 那木芙蓉以前是種在舊的圖書館上面的地方 那現在已經學校沒有木芙蓉了